如果你沒有吃過葡萄的 你都不是澳門人 一個月都吃不到一次葡萄 我見到他們 好笑 葡萄呢? 不一般 年輕一點就吃 一個星期吃兩次 一個月都會有一次 去老環就一定吃 澳門人每個人都吃 因為澳門以前是葡萄的殖民地 所以覺得澳門人吃葡萄是很正常的事 澳門人下午茶 很少吃葡萄的 因為凍了不好吃 要去到特定的店鋪買那種 會比較好吃 下午茶我們平時吃些甚麼? 甚麼都吃的 茶餐呢? 吃菠蘿包配奶茶 米水 米水 米茶 魚蛋 街邊小吃 三文治、麵 豬仔麵、麵包 油多 蛋糕 麵包 咖啡 吃葡萄 現在的葡萄已經去了旅遊區 因為它叫葡萄 很多香港人過來都是買葡萄的 他就不買蛋撻 因為香港也有蛋撻 但葡萄就少一點 你真的喜歡吃葡萄嗎? 喜歡 好可怕 你 他怎麼不買? 你